一只只浪浪铺上前想跟Marie讨亲亲 眼前这位说着流离英文的女子 是社团法人台湾玛丽爱狗协会理事长蔡盈盈 她让浪浪们跟他们一家三口 一同住在山上占地八百坪的两层楼家中 十二十三年了 Marie因为在新殿山上 拯救一只被绑在树上的流浪狗 而开启救援之路 至今她已成功救援两千只浪浪 也协助一千八百只狗狗找到家 我们基本上九层以上都送不外 就是美国 加拿大 美国 加拿大跟欧洲 美国 加拿大跟欧洲 主要是因为外国他们想要领养狗 但是他们也不挑品种 他们成家了有小孩 他们就会养一只狗 他们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家 那在台湾呢 很多家长保护小孩 可能第一就怕脏还是过敏 然后就会避免 要帮数量庞大的浪浪 Marie把送养对象放眼到国际上 不过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想让狗狗前往安排好的任养家庭 就没那么顺利 那现在目前有大概200只 那一旦有送你才有空间在救援 如果没有的话 你看我们家现在已经够满了 每一间房间其实都有够 从2020年开始 因为前往欧美家的班机瑞姐 浪浪没有可以挂名的乘客不能搭机 加上急需救助的狗也增加 园区饲养压力日益见大 每个月要负担的医疗费用也超过40万元 因为我是基本上就24小时都在帮他们找家 凌晨2点3点4点5点 对随时可能有幸啊 有问题啊 我需要视序 为了让更多浪浪能出国 Marie除了全年无休工作外 也向外界喊话急需援助 希望征求能带着将被领养的浪浪 进行出国前的各项检疫 等健康检查工作的志工 也盼能募集到更多要飞往浪浪被领养国家的 律客当志工 及众人力量替浪浪改变命运